為九二一地震造成瑞岩舊部落 地質不穩而產生的瑞岩遷存案 在四月二十五號的一場請願 會議當中首度由瑞岩部落資源不參與 遷存的住戶提出質疑 推翻了過去一直認為瑞岩遷存案的 正當性以及合理性 發言的居民表示當初瑞岩遷存案 並非是外界一直認為的危險居住 環境而是因為部落腹地不足 而產生的經濟型遷存案 而非災害型遷存案 才有所謂自願遷存與不遷存的方案 存在 博運遷存的十三戶住戶 因為傳聞有已經簽住到瑞岩 新村的遷住戶表示 未來要將現在的瑞岩部落 當成墳墓利用 還住在瑞岩部落的居民 擔心住家品質受到威脅 認為政府把大量的資源跟注意力 都放在簽住到瑞岩新村的居民身上 不重視瑞岩部落的基礎建設 表達不滿 部落的土地還有地上泉的部分 那我們回去再來協商 然後召開協調會也可以 那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舊部落有建立十三項的工程的部分 那我們會建立在公所有即將要發包的 圓民會核定的七百四十萬的規劃 規劃報告裡面會把它請那個觀光師去評估考量 然後再懲罰到圓民會去處理 由於整起千村案經歷了十二年 過程中換過許多承辦單位 以及承辦人 光是仁愛鄉也換了三件鄉長 因此最初千村的原因 也讓在場的與會官員 無法明確的回應 一個原以為即將落幕的瑞岩 千村案再度爆出新的問題 有待相關單位解決 接著我們南投仁愛採訪報導